北灣 Santa Rosa發生可怕的兇殺案 警方表示兇手殺死一個女親戚之後 將死者的頭割下來帶走 有襲擊前科的疑兇仍然在逃 警方發布通緝令 朱維琪報導 北灣 Santa Rosa警方 在昨天下午大約3時40分接報 位於Promotero 2500號路段 一間住所裡發生兇殺案 警方到場後 發現一個女死者頭部被過下來 而警員在住所內沒有發現死者的頭部 警方經初步調查後 很快鎖定了疑犯 是24歲拉美裔男人 Santa Rosa居民Arroyo Lopes 身高大約5呎6吋 體重大約150磅 黑色頭髮、中色眼睛 在左側的頭部有一個大紋身 陰有420和大麻葉 最後一次被人看到 是穿著一件長袖的黑色年帽衣 或是外套、黑色褲和白色鞋 警方相信疑犯和死者是親戚關係 疑控離開現場時 帶走了死者的頭部 警方指 疑控曾經因為以致命武器襲擊罪 而被判監 最近才獲釋 警方警告 疑犯是一個危險人物 若見到他 不要接觸他 要打911報警 E16系記者 朱惠琪報導